我们是与最热烈的老师 谢谢 我要跟老师报告的是 今天现场大概是360人左右 比我们去年三月在高雄又多了100人 老师让我很感动的是 他在去年就是我们在高雄讲完之后 当然因为我们签写的讲座都来 就是我们的作息率上很高 讲完之后老师主动跟我说 他愿意来我们台北再讲一场 因为我有跟老师报告说 台北在做什么主题 所以我们这样谢谢 那我们大概也跟我们同市长聊过 通常外科医师好像没有做那么多的胃教 可是我们看到老师就是在 老师的这个领域当中 不但非常的详细跟大家讲解 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病因 那老师甚至就延伸做了非常多的胃教 在这个膝关节的保健 所以我们是在 是给老师这一方面谈 那是给老师这一方面的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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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问题当然非常多 这是我们基金会的习惯 我们不让大家举手 因为大家觉得我不公平 另外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我们也不传这个麦克风 那我就跟老师来对来快问快答好了 看我们今天可以回答几张 那如果是个人的问题 我们就先塞出来 因为我们不能在这个演讲场合问诊 这个还是要去老师的这个诊间 我也是早上科医师来 来询问比较好 有三位的听众问到律动机 现在很popular 这律动机是不是有助于膝关节 这个语动机的原始发明的 在台湾推广我跟他还蛮熟的 事实上你是在讲那个震动嘛 水平震动还有垂直震动的 那个是一个理论就是说 如果说自己没办法运动的人 被动的运动 把他脚放上去让他一直震动 到一定的力量 全身的肌肉会有一些反应 而且有一些paper报告 报告确实对记忆增加是有办法的 最近我才又去参观他 他每年都有新的东西 他也发展成那个运动家具 他家里的床啊椅子啊沙发 全部都会震动 全部都会震动 连睡觉都可以水平震动 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等等 我因为个人并没有真正的经验 所以我只能说是有paper 尤其是福建科paper在推广 这样子的 至少他应该是没有坏处 我也希望能够尝试 是不是开完刀的病人 经过这个律动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但是还没有左手开始做这个研究 有一位问到甩手工可以做吗 还有帮助吗 甩手工跟膝盖 我想应该是你在讲甩手 就是膝盖要弯下去那一刹那 事实上膝盖如果有问题的发炎的话 你做那个大概会加重那个发炎的程度 所以任何动作你就是要注意 习惯这些弯要慢 如果是快速的弯的话 都会夹到做发炎的组织 会更有重 这个软骨在身 跟饮食有没有关系 或者是吃那些软骨有帮助吗 这个是在门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我个人 这个是真哲学的问题 药商都不太喜欢 都不太会站在我诊间的门外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诊间 都没有药商在附近 药商很厉害 他都知道哪些医师会离开药 所以我是希望病人当问这个问题 我会说 我们身体各式各样组织非常多 每一种组织都需要去是当的养分 不能读偏某一种 所以我这种回答大概就是很懒惰 均衡自然饮食 至于什么是均衡自然饮食 至于什么是均衡自然饮食 我想资讯很多 从小学课等开始 都在学健康教育 这是特定的食物 对 他如果是要做成人造的食品的话 多会有添加物 多会有添加物 除了说他譬如说 不在唐安的刺激 都会鼓励等等 类似什么股敏捷 不是股敏捷 股敏捷是痛药 故意把它取成股敏捷 这些刺激非常多 但是他吃到肠胃都被分解掉 并不是那么大的分子 可以直接吸收进去跑到关节里面 甚至有时候用叉的 用叉的什么 玻尿酸 玻尿酸是很大的分子 那不可能穿在皮肤 它会渗透到关节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关节里面早就会打这些细菌 所以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大家要了解 那这些股品吃到股脂 全部都可以分解 可能是那些小分子 只是有帮忙的成分 但是这些分子在食物里面都有 所以你只要在同样的钱 去买好一点的食物 捐衡自然的食物 我是比较建议这样 不是特地的 是 因为我本来有一张slide 要show零零种种的这些产品 连狗跟猫的围骨液都有 都有 那都是那个商品 好 请问老师带护膝有没有帮助 护膝它是为了增加稳定度 另外就是保脑 那对于这个病 这个问题来讲 如果你说病已经发炎了 刚刚讲到这个压力的问题 你带了之后会压得更紧 压住了 在关区的时候 病骨跟骨骨 压力会更大 所以如果有效的话 大概是保暖的效果 但是正带有受伤的人就是有办法 或者病骨 病骨不稳 会外偏人 在那个前面有一个保护 一个洞 或者是把盖住的 那个是有办法 还是要看病人的状况 对于马桶会伤膝盖 或者是蹲离坐这个矮凳 哪一个比较少 这位刚才讲的道理 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你慢的话 任何都可以 对于跪我都不反对 甚至我会鼓励跪坐 跪坐下去 你看 古时候 大家没有椅子的时候 都是跪坐 跪坐 如果你在过程 慢慢的跪下去 对于 这个上跪坐等于是重度的暴息 暴息是用手的力量在暴 但是你如果是用跪坐下去 是全身力量压下去 可以把膝盖拉得更松 所以都可以 只是过程要小心 要穿 老师 我记得我刚刚大家问这个好了 老师我在台北都开一阵 但是 因为我那时候来台北初中 是要追踪我的病 太过头的病人 因为 在网路上 大家也知道 会有很多 那种批评 当我第一次现成 网路挂号五名的时候 就有人在下面 写 攻击的人 就是说 这是什么医生 那个 病人都看不好 是吗 只看五个病人 大家都不知道 我事实上 如果挂号 挂到五六十个 我 其他几乎都是追踪的病 很少外科医师一直在追踪的病 那我是 只要我开过刀的 就永远都在追踪这些病 所以 是一直持续的照顾他们 所以我强调我们中心是全人 成全家的照顾 所以 各管师就非常重要 因为医师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 我们大龄的各管师 在早期的时候 甚至 家里发生任何状况 病人都会报告 还有说 叫小猪已经出生了 会可能给各管师报告 关系非常好 手的关节也可不可以 比照膝关筋炎来之类 每个关节里面构造不太一样 但是原则 就是刚才讲的一些原则是类似的 不管是手 肩膀 踝关节 或者是脊椎 脊椎也是 腰痛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关节周边的肌力要够 肌力要够 但是每一个关节 它旁边肌力要怎么锻炼 都有它不同的运动方式 去锻炼它 那第二个就是柔软度 要够 也是一样 就是膝盖就是抱歇啊 那手指 也有它柔软的一些运动 这些原则是类似的 要提供 就是要让软骨再生 要怎么样提供它 比较好的环境 或是这个关节 其实今天一直都在讲这个 就是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发炎 要把它不管用药物或者是不行的话 就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除 第一个是发炎组织 第二个是不正常的摩擦 用内侧皱壁造成的摩擦 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说软骨掉下来 会变成关节老鼠 在里面到处跑 就像沙子掉到眼睛一样 也会造成特度摩 另外就是半月软骨 如果受过伤 破掉掀起来 它也会卡到 那这时候你膝盖 它就会感觉到会卡到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摩擦 会让局部的压力增加 就破坏那边的耳朵 第三个 大家忽略的就是静态压力 就是我一直强调 静态压力升高的话 那个整个关节 就会慢慢坏掉 所以一定要保持多软度 不管是自己来做 还是靠我们关节静动的放松 西内弯曲的最佳角度 或是卡奥是怎样的计算 如果你能够注意动作的话 任何角度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再来是这个 沐西333 它所做的这个频率跟时间 这个频率大家自己调解 那个我们的那张班章 背后有建议的 但是建议的是最少的 像比如说开完道的病人 我们比较重视 他一定要做三次 甚至到四次 四回合 那满一年呢 我们就会减少 比如说早晚就好了 如果第二第三年来 可能还是很好 就是说你只要天天 每一天做一遍 去check 自己check 你的力量够吗 你的弯曲角度够不够 那就可以了 如果来 这个人工关节做得很好 它会影响到脊椎吗 任何下肢变形都会 从回关节开始 下肢只要有问题 让你的股态不稳 怀疑别人都会影响到脊椎 家中的长肺 就是如果看它这个背领走路 小腿已经有很明显的看出 就是O型状 那这个扇膝就是 有关节的退化 明显O型 如果它也有临床症状 在 我们不用看X光片 应该就知道 它至少第三期以上 需不需要矫正 就要量它的角度 刚才有 就是有两位听众问到 这个内側病 咒病 它是一个不好的物质吗 还是它是什么样的 就举个例子大家就了解 就像胆固 就是出生就有 应该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 开了个玩笑 那推化新观体验 如果是在二期的话 还可不可以爬山 还可不可以爬山 爬山 对 就按照今天讲的任何活动都可以 会工作慢 这个内侧摩擦 因为就是 内侧摩擦是在膝盖内侧 那如果是外侧在痛 这样也算是一种摩擦的现象 那个 在做关节筋 然后再生促进手术 所以 每一个病人 几乎都做的就是 内侧放松 加外侧放松 所以外侧也一定是紧的 所以 那个 冰骨外偏是 骨科医师最长下的诊断 事实上那个是间接的证据 是看S光片 事实上S光片 没有外偏的人 事实上 外侧也是紧的 如果它长期系统的话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 那个关节筋手术 内外都会放松 老师 可以讲一下这个 掌骨刺的话 它的处理过程 或是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掌骨刺是 代表疾病进展到一个阶段 的现象 所以 那如果常常看电视那些 节目的话 或者是一些宣传 都会把 掌骨刺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病 所以让大家要误解 说就是要去治疗这个骨刺 要把它拿掉等等 事实上 我们都不理它的 除非换快捷的时候 骨刺是好的 它是因为你的 骨膜 第一 第二期的时候只是变薄 到第三期变得更薄 所以开始它 旁边那次韧带 就会开始松掉 因为空间没有了 身体是为了 为了要维持稳定性 所以骨刺就会长出来 去撑住 把那个松掉的韧带撑起来 这个是连续 就是 慢慢慢慢形成的 就是 软骨慢慢破坏 骨刺就慢慢出来 那是身体的一个 为了要维持稳定性的一个 一个 自然的 生命的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 一直去治疗 骨刺把骨刺 把这韧带就松掉了 除非换关节的时候 可以把空间撑起来 好 时下流行的超慢跑 很会伤心 应该是跟前面讲的 走路跑步对膝盖是好的 只要你的体力能够的话 最近 这几年有一篇 paper就是去把 那个三姐的运动员 年老的 去照他们全身的 关节软骨 发现他软骨的量 比一般的还要多 很多人都有这个读过 我当闪到腰膝盖痛 脚底痛 这是腹腺科腺还是骨科腺 那就看你能不能找到 观念正确的医师吧 没有一定 因为 现在 太多就是第一次看的医师 观念错误 就会导入 比如说你被导入 肺化新观点 那个 那个治疗流程 就回不来了 就是 谁要打针呢 等人一直拖 拖延 下楼梯的时候 就是 双腿外开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外开是不是会比较 保护膝盖 我不会去注意这些 很多理论 太多了 在网络上 太多要教你怎么爬楼梯的这些 看得演化 有些也看不懂 那事实上 我 我 头脑比较简单 就是 弯曲的角度 固定就好 你要用任何姿势都可以 有些人就说倒退 倒退 倒退为什么 因为你怕跌倒会很慢 就是你捏倒退你可以慢 就是 玻尿酸 打玻尿酸这个 建议吗 玻尿酸 对 就是 就是说 如果 我也是这样不想挡人猜入 因为 玻尿酸实在是 医院主要收入的大众 还有PIP 那 我唯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不能用打 玻尿酸跟PIP 来 延误病人的病情 好 因为我看到 太多对这样延误的病人 本来 有很多病人 本来可以不用 做关节精 甚至不用换关节的 就拖到必须换 很多病人一只脚做关节精 一只脚换关节 那这些病人开完刀 两只脚一比就知道 那就可以怪说 为什么 之前换关节 那一只脚 那一只脚 那个医生也跟我讲 可以用 早期可以用关节精 来治疗 如果医师有讲清楚 病人还是要打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自己希望用这种方式在治疗 但是 一定要做到智慧呼吸参加 其实你打也要做 那我唯一能讲的是 我以前不反对 但是 现在说一定问我 我会反对我的病人打 因为 开关节精会比较困难 这些打过的 里面有时候会乱七八糟 会长一堆其他的组织 甚至没有打到关节的 有些人打完很痛 就是没打到里面 打到皮下 就像落整一样 旁边就会结巴 这样会增加我们开到的时间 跟困难 所以我个人是反对的 如果走在屏路就会痛的话 是不是就 就是走屏路 屏路就会痛 那表示已经发炎了 发炎的时候 你任何动作 只要去刺激到它都会痛 期待积水啊 医生建议就是用游泳 然后再抽积水復健 积水也要小心 积水就是表示里面 一定有发炎现象 发炎当然也有分成细菌性 非细菌性 细菌性就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要紧急处理 非细菌性的话 大概就是一些 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关节脑 被刺激到 最常见的就是内侧周边被夹到 或者过度的摩擦 还是要看它是什么 任代刺裂伤可以带行修复吗 任代受伤分三期 第一期只是稍微拉松 第二期是有部分断裂 第三期就是全部断裂 像这样任何关节的任代 都是以这个来分 通常第一第二期都是保守治疗保护 像刚才讲的窗户系 就是被任代受伤的就要保护它 让它在三个月的修复期 能够自我修复 如果超过三个月之后 警察发现它松动到第三期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考虑重建 这个脚踝往内歪 然后会影响到膝带 这是靠就是要运动吗 还是说就不止 像这样子都是要看它的眼睛直播 要看来创片才能够做决定 是 好 好 好 再来是这个 比较 虽然说不能问诊 Personal 就是80岁 那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微痛了 然后他有吃这个消炎药 那他是不是应该继续吃下去 听到这些问题我有点失望 听到这些问题我有点失望 好像今天讲得很暗 没有听信这个 呼吸黛黛 只痛药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可以吃 但是不要超过两个礼拜 因为我是主张最好尽量不要吃药 病人在我面前不会反应 但是有时候各位把吃药反应 说那个医生很坏都不开药 他背后骂我的都有 所以我不是反对吃药 你受不了 因为对疼痛忍受程度不一样 有些人怎么痛他都会认诊 有些人就是比较敏感 但是原则上就是不要长期吃 不要超过两个礼拜 好 割除掉其他少数这个问诊的 我们最后一个就是盘腿对膝盖 会不会伤害 盘腿 盘腿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跟刚刚讲的跪坐 跪等等 盘腿反而是很好的一个知识 就是你要盘的过程小心 不痛的状况慢慢盘 盘到那个程度 那个是等于深度的完全 告细 深度的告细 再增加过来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问题都在老师的说明下解答完成了